很简单的 因为高职的学生的写作 他们通常因为他们来自于国中教育会考的话 按照我们去看他们的写作成绩 通常是四级分为主 绝大多数都是四级分 那也还会有部分的是三级分以下的学生 那后来观察一阵子之后 我发现高职端跟高中端的学生最大的落差是作文写不长 那举例的内容 他无法从自己生活中去做举例验证 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所以我到高职任教之后 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希望学生可以把作文写查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运用他们自己生活中的元素 那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些元素呢 那不外乎就是他最主要的工厂的学习 他们的实作课程 那实作课程的部分 我觉得希望他们可以去厘清自己平日可能在反复操作学习或练习的部分 然后我希望他们是可以做应用的 所以我通常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教学 就是专有名词加人生哲理 这是我最喜欢跟他们讲的 那什么叫专有名词加人生哲理 我简单做一个举例 那因为我自己不是高职生 所以我通常都用物理学的原理跟他们讲 那我就说物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最大净摩擦力 那最大净摩擦力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 物体在静止的时候 在横静止的时候 它跟接触面的摩擦力其实会比较大 那一旦呢 它物体在移动的时候 它跟这个接触面的摩擦力就会相对 没有像静止的时候那么大 那所以最大净摩擦力 刚才是我简单用口述说的定义 那我常常就会跟学生讲 这个定义是专有名词 它原有的定义 但是我会把它从文学再转为哲学 学上的一种思辨就会说 它可能象征的是人生的一些瓶颈跟困难 那所以我就会希望说 他们可以举自己工业类科 因为我任教是高工 我会请他们举一些工业类科的专有名词 那请他们自己把它写成人生哲理 那简单来说 好比说好 我现在看一下我其中一个学生好了 进攻科的其中一位学生 那他就讲了他就讲了三个三个专业名词 那我现在看到的我现在开启的这一些资料是 我之前从补修教导的学生 那好比说其中一个学生就讲焊接 那焊接他就先用他的话语去解释 焊接就是先将工作物件清理干净 那焊接点修整好之后 再用焊接的材料 那焊接的材料就是点棚杀跟焊药 那去把这一些物品做结合 好吧 要连接的物件做结合 那点了焊药之后 你就会看到那个闪光点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焊接 好就温度到 那他就会把它转成一个人生哲理 他就是说人跟人的相处 像是焊药跟焊杀的东西 好来作为桥梁或嫁接 就是人跟人的相处有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有一些互利往来的 好那其实呢 他就会把它融入在焊杀跟焊药 那或者像他专有名词 他还会再举的可能就是板金 那板金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说铜片要先退火 好那这铜片已经要退火完成 之后他才可以再去敲凹 那因为他的举意是说 他们平日可能都是使用铜片 在做敲击啊 那当然说的铜片 有可能是铁片或钢板 都有可能 好那他说敲击完之后呢 然后再去做平整的修整 可能再用错刀或砂纸 去把它做磨瓶 那这些都是从古修的学生说的 那他就会把它转成什么人生哲理 他就会说一个人的生活 就要像板金一样要避免 好要避免在对抗 压力的时候伤到自己 那其实板金就是你知道物体要板成他的形状 但是呢 你要在一定的形状的时候 你不能把它做到损坏 那要慢慢的把它做成自己的样子 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 那就像这个板金 他让这一个金属铜片承受的压力的时候 好那其实你也要小心 然后避免伤到自己 那所以其实这大概就是我平日可能在教他们的 我通科的学生可能就会解释一个词语叫做缓冲容易 那缓冲容易就是指他们要在滴入 要加入那个少量的强酸或强碱的时候 然后他们通常会用要加入到水 好你要把强酸强碱加入到水的时候 那他们会用某一个液体 然后去慢慢做稀释 学生可能融入的人生这里就会说 一个人光是有亮丽的外表或许不错 但是如果还有良好的品性加持的话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那他就会说就有点像缓冲容易一般存在 就是他有可能很亮丽 但是这个亮丽 如果他没有让整个环境 或者让整个生态让别人是觉得很舒服的 就像强酸强碱他固然很好 他在某一些化学的实用或实作 他是很必要的 但是你在施用他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缓冲溶液 那所以其实学生就会说 有良好的外表外形 但他也觉得还需要有这个品性 那这个品性的加持就有点像缓冲溶液的存在 那这些可能都是 我让学生他们自己去先说明自己的专业 那拿专业来做一个譬喻 那这大概就是我主要 在比较高职生写作的部分 音价的部分是 好比说高职 我常因为我的学校有大概11个职业类科 那每一个职业类科我在任教的时候 其实我在高一通常会做一件事 我有的时候我会请他们 拿出他们专业类科的课本 那拿出专业类科的课本之后 我就会请他们说 你挑一个专业名词或者三个专业名词 然后按照自己的话把它写出来 那你要设定的阅读的观众是我 我是你的国文老师 但是我不懂这个专业 你要用最浅显的方式去阐述 去阐述这一个专业的技能名词 让我了解 好 那这个可能就是平日的一个定义 那他可能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五大文本里面的继续文跟说明文的概念 那所以希望学生平日就是可以先做反复的练习 而且从自己生活中举证 把继续文跟说明文的部分简单做叙述 甚至是书写 那我有的时候我会让学生是用打字的 有一些课程如果是他们已经有手写过 我可能就会让他们变成用手机再打字 那原则上是因为我跟每个班都有使用到群组 那他们刚好在群组里面做一个会集整理 那也是不错 这也是不错 我可以和大家一起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